幻想是一个 或者想象 是一个必须的状态 但是 我觉得长时期停留在任何一个状态 都是有害的 因为我觉得人应该 不停穿梭在幻想与真实之间 这样去生活 我很喜欢将梦境的东西 带回到现实的世界 因为我会觉得梦境 一切的感受和情绪 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喜欢做创作 我是陈建安 近两年 很多身边的朋友都说 我发过梦 很多时候是因为外在的因素 社会环境也好 香港也好 形情也好 心里面又多了很多梦 很多很差的情绪 我之前看一个心理学家 很喜欢就是永革 他说的就是 其实梦是一个自我整合的过程 而且是一个补偿的过程 我们平时可能谈梦境 都是 夜有所思 夜有所梦 遮掩 我会重视梦境 我觉得 夜有所梦 为什么呢 甚至有时是 日无所思 我没有想过 夜都有梦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这段时间 我做这首歌 我希望大家可以 舒缓到 内在的不安和情绪 是看清楚其实我们最害怕的是什么 而不是不停想像 才搞定我们自己 一些恐惧的源头是什么 然后有些外在环境 真的尽力就够了 我觉得 疫情令到我第一个过程延期了 然后那段时间我自己很吠 因为我那时已经准备了两三个月 准备上场了 要表演 健身 很细备 那一刻我觉得 要延期了 那一刻要让自己去休息一下 我的肺是内藏 是正确的 因为要让自己休息一下 然后那时候怎么废话呢 就是我记得 拿了家里的零食 朱古力出来 全家里的零食都吃光了 那一刻我是很享受的 表面的感觉好像很废话 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事情 打工或者做东西 香港人等等都好 有时不停地跑 不停地冲 你一定要投下来 要让自己投一投 然后看清楚情况 或者看清楚自己心里 最想要什么 然后存好精神 再跑 我会形容那段时间 是废得很有 废得很有意义的